早就這樣 大蛋,我是安生 應該很多樂高迷們和我一樣 每年這時候最期待的並不是新年本身 而是新年新街景 這個影片來看看 2023年推出的《10312爵士俱樂部》 這次總共兩千八百九十九片 比去年1029.7 金品酒店的3066片少了那麼一點 不過這次的人偶比去年多了一隻 主要包含了爵士樂和魔術的表演舞台 披薩店、裁縫店、頂樓溫室等等空間 整個包裝的風格除了就很街景以外 還很爵士 配色完全和我拍過開箱的21334 爵士四重奏合組可以說是一模一樣 包裝上方是八隻人偶、兩隻動物 側邊是招牌和主要出入口的照片 另一邊則是各國語言的合組名稱 零件總共分為15個大步驟 以及一片街景系列都有了底板 看去年一樣是淺灰色 說明書則有用後紙板保護起來 不過打開還真是嚇一跳 樂高居然捨棄了以往的黑底封面 變成了全白背景 原本想說真不知道樂高這是有何居心 翻了一下原來他們有發新聞稿給外國的媒體 表示說這是為了避免深色墨水 會沾染上白色紙袋版本的零件包裝 總之我是覺得有點怪 也少了那麼點大人的感覺 翻開之後 哇靠 居然連以往告訴你 正在從塑膠袋轉紙袋的介紹都省起來了 只剩下一行網址和QR Core 現在樂高的CEO是客氣的人在經營的嗎 幸好裡面還是黑底 隔壁是作者及本次合組的照片 大意思說無論你是首次加入街景系列 還是已經擁有一整排房子 準備好進入這個瘦經典建築 以及充滿音樂、娛樂和美食的爵士黃金年代 再來是一張合組的建築內部照片 隔壁也也是作者的話 幸好這些沒有砍掉 上面是說在爵士樂裡 有被彈奏和沒有被彈奏的音符 都是一樣重要的 無論是玩音樂還是玩樂高 請盡情按照自己的喜好遊玩 下面的介紹其實和爵士是從中那組有點像 說音樂可以讓你穿越記憶 甚至在你精神上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 然後介紹了待會會提到的各種空間和特色 最後一句比較值得翻譯 無需門票或是預約 你的想像力已經幫你獲得VIP入場權 半夜之後直接開工 拼裝過程說明書會不斷出現一些小提示 以下我都會一一介紹 首先就如同所有街景系列的基本步驟 打地機 這邊說明書還有提示說 整個爵士酒吧是以傾斜45度為設計 其實現在還沒有很明顯 待會會再提到 第二個大步驟開始時 出現了第一隻人偶 這些人偶等等我會一起挖細節 有趣的是說明書還有提示說 這位鼓手對他的新鼓棒躍躍欲示 而且去年的我 以樂高正在建立街景宇宙為題 似乎還真的賽到了 這邊就還強調 鼓棒是來自我買了還沒拼的10255集會廣場 這坑我之後再來補一下 來提幾個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拼裝過程 這邊會先拼的可愛細節是Pizza烤爐 用了橘色透明磚當火焰 以及1 4分之1圓當作柴 另外還有同樣零件組成 存放木頭的小櫃子 其實我一開始沒有完全看懂這櫃子是什麼 還好說明書有提示 也會裝上這個合組的靈魂 舞台 感覺不久前才拼完爵士四重奏 現在看到更小比例版本的樂器 覺得實在非常奇妙 還有前方座位區 第三大步驟一開始 拼主廚人偶的時候提到說 他在頂樓的溫室種植部分的食材 其他則會到10185綠色雜貨店採購 這種我沒有 要便宜脫手的話歡迎敲我 隔壁也是說 貝斯手初次登台 他平常在10232戲院工作 這步驟還要擺上酒瓶酒杯 實在是極為傳神 少少幾片零件構成的收銀台也很可愛 不過這個應該是起司的東西 旁邊綠色這團我就看不太懂是什麼了 歡迎幫忙留言補充 周圍還會擺上醬料 完成的Pizza 和一張餅皮 說明書的提示是說 瑪格麗特Pizza剛完工 顧客可以買單片或是完整一個 這個四分之一的Pizza零件 應該是新的 既然是瑪格麗特 所以那個綠色的應該就是羅勒嗎 另外提一下 烤爐裡面的黑色拱形是新零件 表演空間的燈使用了槍的零件 搭配白色燈罩看起來很有感覺 隔壁還有個小空間 一開始看不太懂在表達什麼 直到放入了藍色透明小圓磚 搭配旁邊的白色圓柱體才看懂 原來這是廁所 這邊很快就被拱形零件蓋起來 因為要蓋通往二樓的樓梯 前三包就把大致格局蓋出來了 接著是合組第一塊印刷磚 是每週五現場演奏爵士表演的海報 一擺上去整組就感覺很有進度了 這邊有出現一個我看不懂的設計 為什麼不是用死心的磚 而要用這種中間有一個洞的 外觀根本看不出來這個洞有什麼用途 還有這個小圍籬超療癒 剛上去之後再這樣 剛好可以扣起來 舒服 再來要裝上的是五台燈 跟左右的紅色布幕是一體的 然後這樣扣上去 說明書有提示說 這樣的設計是為了方便擺放舞台上的東西 接著要放上第二塊特殊印刷磚 是位於二樓1932年開業的裁縫店 這個1932應該是致敬樂高創立的年份 然後要開始拚整組我覺得最酷的區塊 售票題 先來的是一張常見的門票零件 雲霄飛車就有出現過 然後是去年第一次登場的新零件 艾菲爾鐵塔和庫巴也都有出現 這兩個坑 我兩個都會補 招牌是兩塊相同的印刷磚 這邊其實不只爵士樂還有魔術表演 再來換點綴一下隔壁 會裝上義大利國旗配色的遮雨棚 不過白色鉤子塑膠成型的痕跡超明顯 放上售票亭之後整個感覺變超豐富 然後是個構造神奇的桌子 說明書提示了 這是俱樂部老闆想要的45度白髮 桌上還有板手零件組成的電話 以及跟深咖啡桌非常搭的綠色檯燈 這個角落我也滿喜歡的 再來登場的就是俱樂部老闆 說明書又在積極建立街景宇宙 說這個老闆就是挖掘10255集會廣場 那個薩克斯封手是人才的伯樂 隔壁是9個相同零件加上槓槓組成的欄杆 說明書上寫的 這是老闆自己的私人包廂觀賞區 再來要拼的東西超可愛 是個黑膠唱片機 和樓下的燈一樣使用了槍的零件 上面的黑膠唱片則是完全新的原創印刷磚 說明書的補充是來自10260美式餐廳的那位搖滾歌手 牆上的這幅小小畫 則來自10243巴黎餐廳 上面住的藝術家 蓋好通往樓上的樓梯後 接下來的步驟我非常喜歡 要裝上彩色繽紛的玻璃窗 我真的超喜歡各種透明零件 創態上的裝飾 則用了一塊目前算是非常新的半圓形零件 接著要開始拼隔壁的裁縫工作室了 一翻過來就告訴你 如果去10211百貨公司 買的衣服不合身 可以拿過來這裡改 這邊首先要拼的東西是裁縫機 用到的零件不算太多 但包含腳套板和支架都超級穿神 說明書補充了 裁縫師剛完成樓下歌手的禮服 所以上面留了金色的線和布料 然後是旁邊放布的架子 說明書補充紅色這塊零件 最早是出現在科技系列的合組 旁邊還有個白色假人 接著把兩大塊拼在一起 二樓的格局基本就完成了 這邊蠻有趣的是牆壁 蓋好一整面牆才這樣放過來 再用黑色欄杆來點綴 再來這個顏色對比強烈的裝飾也很讚 說明書說從樓下的薰衣草色招牌 到樓上的薰衣草色門 再到窗台的薰衣草盆栽 跟著薰衣草就能找到這位裁縫師 第11搭步驟出現的是歌手 提到他拿好的禮服吃完了披薩 也和老闆討論了演出內容 待在書畫間準備登台 這步驟的最後是要裝飾外墻 出現大量B值水平垂直強迫症的 一乘以小方轉 接下來要拼的就是樓上的書畫間 首先說明書出現的是關於這塊零件的歷史 說是1978年就出現了 不過我在1049期的影片提過 其實早期跟晚期的形狀是稍微有些不同的 再來是五線譜 雖然這是個之前出現過幾次的零件 不過我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 這塊零件最早應該是出現在43176 小美人與故事書裡 這上面的音符 如果把發聲半音彈出來的旋律是這樣 有想到什麼嗎? 雖然不同調 而且印刷也少了生薑幾號 但這麼巧最早就是出現在迪士尼的合組 不知道是不是我太藍色窗簾了 反正就分享一下 然後是沙發一張以及9個望遠鏡組成的欄杆 這層樓也要拼上和樓下相同的玻璃窗 這個在光線下看真的是有夠美 下一步使用電鍍零件作為梳妝台的鏡子 說明書有補充說上台前看看是否在最佳狀態 接下來出現了一個我不確定是不是個案的狀況 第12大步驟要拼黑色窗框的窗戶 我卻已經根本沒有這個步驟的任何零件了 確認了半天發現居然是被包到第13包去了 再來出現的灰色巨大這塊 應該是第一次以淺灰色出現 接著出現的藝術品不出我所料 說明書補充了是來自上一組10297 精品酒店裡的藝朗 掛在沙發後面真的是蠻加分的 再次出現咖啡色的痛苦一成一小方磚後 這個區域也就完工了 屋頂上會出現一個小區塊 有古怪的神秘拼堡 是為了接下來放上屋頂的裝飾 這邊比較特別的是屋頂上 居然出現了一個松鼠窩 說明書說它是附近的披薩大道 再來是充滿儀式感的部分 要拼的是爵士俱樂部的招牌 這麼重要的零件當然是印刷的 而且零件運用非常巧妙 上下居然是用香腸零件 說明書補充這個香腸 已經總共有高達9種顏色 拼完招牌說明書突然插了一句 外送員會偶爾因為流連這個俱樂部 所以造成Pizza外送碗到盡情見諒 接近尾聲要拼的是Pizza店頂樓的溫室 裡面種的蔬果就是做Pizza的原料 說明書除了提到是主廚種的 還有說紅蘿蔔已經被魔術式的兔子預定 這個充滿蔬果的小溫室搭配透明外殼真的很有感覺 不過不知道前面這兩根是什麼 自動灑水器嗎 放上蓋了溫室的屋頂後 再來是Pizza店門口的室外用餐區 這個魚扇零件搭配後方是Pizza店 讓人想到一個1994年的合組 6350Pizza to go 感覺應該是刻意致敬的吧 不過閃並不是完全一樣 最後一個步驟 完工 再來補一下剛剛沒有提到的人偶 這次人偶的數量是街景系列第二多的 第一名是10255集會廣場 先來看看表演的主角也就是主唱 2號表情長這樣 手持麥克風 穿華麗的黑金禮服 原創的新設計 正面背面都很漂亮 搭配爆炸頭我覺得很不錯 不過可惜的脖子和背 因為是把黃色印刷在黑磚上 我覺得成品的顏色有點小唐突 再來是Bass手 衣服的印刷非常精緻 也是原創的新設計 手上的Bass 似乎是全新設計的零件 背面的殼是用小磚塊拼起來的 他應該可以說是配件最豐富的人偶 另外提一下Bass手還帶著助聽器 可能是來自樂高的正向訊息 即使聽力有缺陷也是可以玩音樂 再來鼓手 身體印刷和Bass手一模一樣 唯一比較特別的應該就是鼓棒 跟哈利波特系列的魔法杖是一樣的 再來是披薩店主廚 比較常見的主廚衣服 後面也有一小塊印刷 覺得他實在很面熟 講了一下才發現 在10305獅子騎士城堡有出現過 下一位是外送RDR 頭戴紅色安全帽 身體的印刷曾經出現在 我拍過開箱的21335電動燈塔 比較特別的是他的機車 應該是第一次以這種綠色出現 披薩盒就普普通通了 算是常見 再來是裁縫師 手持剪刀 背面長這樣 身體零件有點偷懶 2020年的街景 10270書店才出現過 居然這麼快又見面 才隔兩棟大樓而已 這樣撞山不會很尷尬嗎 再來是俱樂部老闆 上半身零件曾出現在10303 環形雲霄飛車 這組我也拍過開箱 這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最後是和爵士樂團共用舞台的魔術師 雖然是常見的黑西裝 不過這個是新的設計 應該沒有出現在其他合組過 他的配件有一隻兔子 還有便出花的禮帽 另外這個東西 是在說明書上跟他一起出現的 但曾經當過10年職業魔術師的我 依然不知道是在表達什麼 優點那麼像是絲巾啦 但我是覺得稍嫌抽象 總之8個人偶各自都有明確角色 應該算是優點也是缺點吧 好處就是像我們這種已經腦死的大人 可以很好擺放他們的位置 壞處就是扼殺了小朋友天馬行空的想像力 在遊玩過程可能少了一點樂趣 不過頭和頭髮的零件 都是其他合組重複使用 並沒有真正為了這組原創的 這點稍微可惜了點 接著就來看看拼裝完成後的更多細節 首先提過我非常喜歡也覺得很特別的地方 門口的售票亭及出入口 別於大部分街景的方正格局 轉了45度的門面 搭配偏深的天空藍牆壁 可以說是非常特別 而且又有上面的大招牌 下面的表演內容 門口的海報 隔壁採封店的招牌 全部都是印刷磚 我覺得讓整組在整個街景系列都很跳出來 二隆的窗台從外面看 上下都有裝飾以外 前面提到這個有把手的灰零件 搭配小方磚和彩色玻璃窗 真的是有夠精緻又漂亮 整個建築這樣看過去 很有紐約比較老的街道的感覺 不過我會這麼想 可能一方面也是因為顏色 和抓鬼特工隊的消防局一樣 屋頂的裝飾裝好之後是這樣 有點像是倒過來的火箭 自己是覺得有點怪怪的 這邊除了有松鼠以外 還有蓋了通往建築內部的入口 動線盒裡 一直是我覺得街景系列 越來越進步的點之一 另外披薩店門口的小燈 乍看和10264偵探辦公室 隔壁法廊樓上的很像 不過其實構造並不相同 10264這個我一直覺得鬆鬆的很不爽 這次披薩店的沒有這個問題 二樓的淡黃色搭配內部的淺咖啡 還有薰衣草花和綠葉搭配 這個我也覺得很不錯的地方 頂樓的溫室 則是除了45度角的門面以外 我覺得最棒的角落了 而且這裡也留了門 動線上也很可信 順便提一下 溫室並不是固定在屋頂的地上 而是跟牆壁連在一起 所以可以很輕鬆拿下來 後巷主要就是前面提過放木頭的小櫃子 還有兩個黑色水垢蓋零件 說明書有提到說這是通風孔 其他部分就是該有的窗戶都有 畢竟是後巷嘛 細節就少了那麼一點 整體外觀我覺得非常滿意 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剛開始拼裝的時候 其實是先用到大量咖啡色 還想說這樣放在10224市政廳旁邊的話 或因為顏色一模一樣而很怪異吧 幸好這些顏色主要是為了內裝 再來就順便看看完成後的裡面 完工之後的一樓看起來是這樣的 幸好前面有先拍到廁所 蓋好之後幾乎就會忘了這個空間的存在 爵士具樂部放上了客人的座位之後 搭配所有都是45度角擺放的設計 讓整個一樓看起來有活力很多 不會都是死板的傳統擺放 披薩店的黑白相間地板 搭配黃色牆壁 則是給了左半邊偏沉重的色調一種平衡 整個很相得益彰 反過來看的話 售票廳的窗口這邊也非常聰明 地板還有留了格子 可以讓老闆站在這裡收錢 舞台擺上表演者後 雖然稍微有點擁擠 但也是整個熱鬧了起來 而且幸好有設計舞台燈和布幕 可以方便拿起來 要更改這邊人偶的展示是非常方便的 左右兩個空間其實是互通的 中間有個小拱門的走廊連在一起 這裡也要再次強調一下 動線合理讓我更喜歡這組 從披薩店主廚的視角 來看這家店的門面也很有感覺 再來是二樓的空間 樓梯上來就是裁縫店 和俱樂部老闆的辦公室 完成之後 這樣從二樓看舞台相當有趣 這個擺放黑膠唱片機的角落 搭配彩色透明磚我超喜歡 裁縫店雖然不大 不過這個小椅子擺出來後 一個鮮豔的顏色出現 也對整體看起來又更豐富一點 三樓的細節基本上前面都介紹過了 整體看起來也是長這樣 對於俱樂部樓上 當作休息室和書畫間的安排 我覺得也算是合理又夠精緻 都是我認為喜歡的優點 左右兩邊一大一小 比例不同的設計看起來非常活潑 而且也讓拼裝過程是有趣 讓人期待的 整個顏色搭配也夠跳 沒有半張貼紙以外 又有很多非常精緻 而且復古的設計 完全就是我的菜 小缺點呢 松鼠屋頂周圍似乎可以在做點什麼 雖然說跟某些前面的比起來 好像算還可以 但還是覺得稍微有點那麼一點點可惜 還有俱樂部是沒有觀眾人偶的 這次的人偶都各司其職 正在做自己的事 不過也一提兩面啦 可以邀請街道上 搖頭晃腦沒事幹的人偶們過來做做 街景系列應該不需要多說什麼額外的購買建議了 撇除主題有個人喜好的問題 我覺得都可以說是一年比一年進步 特別是內裝的豐富度最有感 整體都有越來越精緻 除了說明書 原本就有收街景系列的 還沒有入坑 但是想考慮入坑的 如果前四動要退坑的 記得跟我聯絡一下 未來的街景全系列製法影片 可能就要靠你了 我是安生 下個影片見